石屑猛捕获小乌龟想大块躲移 不过龟壳好硬啊 怎么吃 只见它叼起小乌龟之后 朝石头猛砸下去 缩着头的小乌龟被弹出镜头外面 最后有没有被吃掉不得而知 不过这一幕全被相机记录下来 第一点就要隆起牛蒲地质公园 好多动物行为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 教育没交给我们的 例如石屑猛 它就捡个东西起来 然后丢下去 很像猴子会使用工具 我们就发现它感觉上 觉得可以吃的 咬不动的通通拿起来敲 敲在尺头上敲 有核棒啊 螺啊 甚至我们看过它丢小乌龟 石屑猛觅食的行为 也让研究员开眼界 其实石屑猛是台湾第一海拔生态 指标物种之一 属于保育类野生动物 被镜头录下它觅食的行为 发现石屑猛还会捕食螺类 跟棒类等贝类 这些让台南社大环境小组超级兴奋 因为它们从2017年起 架设16部自动照相机 记录当地的生态环境 镜头捕捉到的野生动物很多 意外的发现 整个区域里面石屑猛 穿山甲那些东西 野生动物保育类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地方对于台南市而言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生态绿洲 然后上面的保育类动物非常的多 所以台南市政府应该要非常的重视 白皮银啃着果实 还有山枪诱欢等等 龙脯牛植地植公园生态相当丰富 射大环境小组发现有 食蟹蒙诱欢白鼻心 大腕嘴化眉 白腹殃鸡还有足鸡 野生动物非常多元 其中食蟹蒙咬住小乌龟 蒙砸觅食的珍贵画面 也真的是疗愈又有趣 东森新闻蝗虫群 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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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